大家好,欢迎收看港台娱乐会 他凭一己之力将高高在上的职场剧拉入反间 再次展现了央视大剧的质量 收视率全程破一 最高直径二 斩获五个平台热度榜首 连续七天稳坐全国收视率冠军宝座 用相对平凡的阵容演绎平凡人的生活 创造出不平凡的成绩 你就说,狠不狠 更别说那些收视率不错 口碑大翻车的职场剧了 确实看的人不少 可几乎要被喷上了天 而平凡之路的出圈确实让人意想不到 毕竟阵容就算是对比普通上星剧也都算一般 更何况还有漫长的季节和长月静明 口碑与热度大爆的作品进行PK 剧情和台词 在满满烟火气的情况下 夹杂着众多笑点 不同性格和家庭背景的人物 碰撞出了一幅活灵活现的生活图画 再说演技 不得不说刘静的眼光确实强 虽然《平凡之路》中甚至没有一个一线演员 可几乎所有人与角色的适配度都非常高 选觉精妙才让观众产生了深深的代入感 不过正是因为剧中年轻演员居多 也与老戏骨产生了对比 这回我们来给《平凡之路》演员演技排名 看看大家心中谁才是演技之王 第八名 王爷饰演范小天 相信大部分观众都没看出来 范小天的扮演者王也其实是王志飞的儿子 国家一级演员和他的儿子不顾形象在镜头前撕破脸皮 如此抓马的情节竟然真的在现实生活上演了 不过毕竟一家人没有隔夜潮 被父亲带进组 《平凡之路》也是王爷闯入演艺圈的第一部作品 确实 经验不丰富的他与其他人同台时 对比就比较明显了 《平凡之路》李王也饰演的范小天 是荣科律所的公共助理 工资不高时却不少 他自己租了类似地下室的极小单间 开直播谎称自己是大律师 或许也是人设不讨喜 加上演技平平 范小天这个人物让观众怎么看怎么变扭 比如 即使只是个助理 可范小天没有表现出哪怕一定点律师应该拥有的职业素养 而且在各种行为上 他真的不太像是助理的状态 随后 朱欣欣抬起头又看了看书以南 敢蒙装做什么也没听见 收回了眼神 努力一致上扬的嘴角 贪言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面露尴尬看着书以南 还是只有范小天 面无表情 依旧呆呆的 从直播和生活两种状态来看 范小天这个人其实是有些割裂的 他在网络上装大律师 装得像不像令说 他在正脸直播与他拍角度下的状态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歌演技风神的爹 看来王爷的演艺生涯也任重到远了 第七名 燕子东饰演书一男 或许是人设与自己的性格差距过大 燕子东与另外两位主角同评时 有一些表演痕迹 但他确实刻画出了书一男最明显的特点 不过毕竟是国外留学归来的富二代 书一男的极端条条框框让燕子东的表演也被束缚住了 第六名 金晨饰演佐纳 金晨还真的比较适合饰演都市剧的女强人角色 她的干练和洒脱是职场上女强人的标配 同时又不拘小节 性格直爽 这种设定非常讨喜 心直口快 与金晨在公众面前的人设也非常符合 一提到专业 佐纳是非常理性的 这让她成为三个主角中最会干政时的人 甚至就连正式登门闹小三的场景 金晨作为当事人的女儿 竟然能置身世外第一时间取证 佐纳为了工作拼命 在生活里的言行举止也能让人一眼看出她的职业 甚至与王之妃对戏 金晨都没有败下阵仗 她的实力其实是在线的 都已经瘦得皮包骨了 也没什么看点 竟然还要穿泳装绣身材 本来佐纳就没有下水的戏 却偏偏要穿着大V灵泳衣 露出没有一点肉的排骨胸 鼻尖都要戳出来了 什么台词情节都抛之脑后 观众注意力全集中在这两点上 金晨颜值和演技都可以的 可明明角色也没游泳的戏 这穿大V灵的泳衣意究竟在哪里 宣兵夺主反而让人吐槽 第五名 郭麒麟饰演攀岩 郭麒麟在《平凡之路》中的表现不少观众刮目相看 《平凡之路》还真就是靠郭麒麟撑起来的 踏碎嘴子和牢牢叨叨的劲 仿佛真的就是攀岩从屏幕中走出来了一样 举重的男主有大端大端台词 郭麒麟功底深厚 将每个安插的笑点与台词完美融合 不仅让观众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而且还感受到了生活的温暖 第四名 吴玉芳饰演劳春雪 演习四十多年 吴玉芳不愧为影后 不需要任何激动的大幅度语言动作 就能将饱受婚姻之苦的女人全是得淋漓尽致 劳春雪的人设其实是比较矛盾的 您知道婚姻已经走到尽头 可她偏偏还是存有幻想 连家都不悔 劳春雪偏偏还与女儿讨论第二天要如何给左大见过生日 她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 是离婚 当劳春雪听到左男一针见血的回答 她充满希望的眼神瞬间黯淡 她低下头沉默了 随后又笑着说男人都是孩子 其实劳春雪什么都懂 可她就是死死抓着这个已经支离破碎所谓的家不放手 小三找人登门挑衅 恶心到满屏骂声 劳春雪没有像怨妇一样破口大骂 她只是淡淡地让人把补品放下 阴忍 绝望 所以才能坚持这么久没有结婚 第三名 张子贤饰演杜律师 张子贤的可俗心实在是太高了 从叛逆者中奸诈的王世安 到万里归土里的义男平张宁 再到外婆的新世界和平凡之路 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 年代或现代 张子贤都能完美拿捏 杜菲宇的圆滑现实简直被演进了骨子里 习惯了官场上的弯弯绕绕 杜菲宇是势力的 他总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别人 给职场菜鸟上了一场生动的社会课 同时也气得观众哑痒痒 可另一方面 杜菲宇专业能力抗大 情商极高 而且愿意做出改变 职场中的杜菲宇为历史图 背后他在酒桌上退杯换盏 喝得晃晃悠悠 因为别人的行为给主任道歉 不分青红皂白想要辞退攀岩 可后来发现了他做律师的前置和闪光点 张子贤的表演也是非常松弛的 在刻画职场残酷的同时 又完美接住了郭麒麟的风格 同时 在另一平台的外婆的新世界中 又是截然不同的风格 确实是个宝藏演员 第二名 丁佳丽饰演汤美玉 不需要铺垫 一场戏立住人物 三料影后丁佳丽就是不一样 已经64岁了 演技被设认可的老戏骨 明明可以在剧里有情出演 个无关紧要的角色相近边 而丁佳丽却不顾形象包袱 立住了自己恶婆婆的形象 从安家里的潘贵宇 破茧中的朴老太 到交换人生中的经好吗 再到平凡之路里 蛮不讲理的汤美玉 丁佳丽似乎根本就不在意标签化 他用最为饱满的情绪 出尽第一时间抓住观众的眼球 丁佳丽的每个表情都完全在人物之中 他将汤美玉的恶毒演绎得极其到位 谁能想到这位老太太 竟然是位女明星 第一名 王志飞饰演左大剑 王志飞又一次突破自我送给了观众一个大惊喜 扫黑风暴中用眼神杀人的高明远全然不见 平凡之路中的王志飞是个大渣男 而且是理直气壮的那种渣 左大剑不坏 他只是单纯渣 自己和女儿的闺蜜在一起 有了孩子 闹着要离婚 还大言不惭对女儿说为他着想 这么多年音音艳艳也不少 竟然一点不脸红也不愧疚 理直气壮找女儿来让他说服妻子离婚 如果说左大剑因感情破裂 妻子得知真相依旧坚持不离的情况下找小三 还没有那么食恶不赦 可他不要脸地找上妻子带进公司的女儿闺蜜 挨揍都是亲的 王志飞毫不费力就把这种没皮没脸 毫无道德底线的角色演得入目三分 评论区骂声一片 可越是骂也就越证明了 王志飞用实力狠狠地戳中了观众的痛点 除此之外 《平凡之路》还有李乃文 刘薇薇 岳阳 随俊波以及朱朱等众多实力派演员 正是他们的加入 让这条平凡的路变得不平凡 尽管没有顶流和一线大咖加入 可该剧依旧能收拾口碑双丰收 不知道后面能不能在接载里创造更高的成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